娱乐八卦一语道破 大家好 小鱼今天又来带大家吃瓜了 今日 白鲁的绯闻恋情再度被炒上热搜 据悉 有媒体曝光了一则 白鲁与罗云熙两人在餐馆聚餐的照片 这张照片一经发布 就立刻引起了不少网友的热议 白鲁此前一眼欲裂的绯闻传言 似乎再也藏不住了 不仅如此 一旁的工作人员还在使劲地打掩护 生怕被拍 从曝光的图片中 我们可以看出 绯闻男友罗云熙身穿一件白色短袖 戴着一顶黑色帽子 帽子的高度使劲往下压 都快要看不见眼睛了 由于处在特殊时期 罗云熙也戴起了口罩 虽然从照片中很难看得出来长相 但是一举一动都似乎与罗云熙非常相似 作为当事人的白鹿 穿着也是一身简约 上衣穿着一件格子外套 绑着一头马尾垫子 同样也戴起了口罩 显得非常清爽休闲 两人穿着极其简单 行为上也非常普通 两人一前一后相互走下了楼梯 在整个过程中并非有任何亲密的举动发生 看来两人虽然年轻 但还是懂得在公众场合不能过于暴露 根据知情人的爆料 当晚八点多白鹿在某餐馆吃饭 过了一会儿 绯闻男友罗云熙也出现在这家饭店 随后立刻上楼找白鹿 也许是见面后无心吃饭 短短十分钟后 两人便相继下楼 从饭店中出来 出来之后 两人并没有同坐一辆车 而是分开两辆车离开饭店 随后各自回到了酒店休息 在整个过程当中 虽然两人没有任何亲密的举动 但是不少网友还是觉得并非吃饭那么简单 旁边的工作人员一直都站在罗云熙的旁边 时不时就为他打掩护 生怕被媒体拍到 然而这已经不是他俩第一次聚餐了 此前也有网友爆料他俩一同吃饭 目前 两人都在拍戏 但拍的并非统一部戏 所以这次的聚餐 很可能不是剧组聚餐 而是两人的私下邀约 有了第一次的网友爆料 再加上这次的照片时证 似乎两人谈恋爱的新闻再也藏不住了 有新戏的网友道出 此前两人一起拍过戏 会不会是这部剧阴系生情 这已经不是白露第一次被拍到绯闻了 前段时间 他就被拍到 与一位绿衣服男子深夜聚餐 两人不仅一起吃饭 还回到了同一栋楼里面 在这则照片中 白露低头走向了这位神秘男子 而男子丝毫没有害羞 两人看上去也是关系比较好 虽然被拍到了 但是白露工作室发出了声明 说明了这次是剧组演员聚餐 白露恋爱是虚假消息 这才过去没多久 白露又一次被爆恋爱绯闻 不知道这一次工作室 是不是也要发出一道声明呢 虽然这次白露跟罗芸汐 并未有过多亲密举动 但是深夜聚餐 又是年轻男女 不免会让网友们怀疑 不过具体的实情究竟如何 还是需要等最后的真相出炉吧 相信这几天就会给我们一个答复的 还有最近一段 长月静明的花絮在网上疯传 这段花絮就是罗芸汐和白露拍摄 谈台镜和夜西雾大婚时的花絮 这段剧情其实挺烈的 白露饰演的夜西雾 要攒够九颗灭魂丁 才能杀死魔神 灭了血骨 而这九颗灭魂丁 必须要魔神谈台镜真心爱上夜西雾之后 才能由灭魂珠类变出来 大婚之前 不步为营的夜西雾 已经费尽心机地攒够了八颗 奈起着关键作用的第九颗灭魂丁 终于在大婚之夜 谈台镜深情地亲吻夜西雾时 成功地变出来了 夜西雾终于攒够了九颗灭魂丁 他双目缘争 很下心把六颗灭魂丁 相继定向了谈台镜的心脉 谈台镜痛不欲生 夜西雾却咬牙切齿地说 谈台镜 我就是来杀你的 我从来都没有喜欢过你 谈台镜口吐鲜血 悲伤却满含深情地 望着夜西雾绝望地说 可我还爱你 既然我的喜欢你不稀罕 那你就来尝尝我的恨 口是心非的两个人 相互口出恶言 谈台镜和夜西雾 正悲伤欲绝地瞪着对方 随着导演一声铿锵有力的卡 这段表演终于成功过关了 但戏外的谈台镜罗芸汐 却迟迟都出不了戏 只见罗芸汐两眼湿神呆呆地望着白鹿 嘴唇竟然不自觉地嘟了起来 真的好像一个爱而不得的丈夫 在新婚夜被老婆抛弃了一样 她用手轻轻地抚摸着新婚妻子的头 又和白鹿双手交握 互相安慰 之后还用手指小心翼翼地触碰了白鹿的手背 这副委屈的模样 真让人心疼 这段花絮让很多网友磕到飞起 纷纷喊话罗芸汐和白鹿 老罗你在主动点 你和白鹿在一起原地结婚吧 求求你们了 网友们都知道 在长月静明之前 罗芸汐和白鹿就曾一起合作过 办事蜜堂办事商 不过蜜堂里的吻戏可比 长月静明里激烈多了 次数和花样也多出许多 罗芸汐曾在 办事蜜堂办事商的一次采访中 提到过和白鹿的吻戏 她说她作为一个男演员 要和一个女演员拍这么多场吻戏 心里是有包袱的 她非常感谢白鹿的配合和理解 当时她和白鹿刚开始拍的吻戏导演不是很满意 觉得差了那么一点意思 然后白鹿连夜搜集了许多韩剧的吻戏视频 给她发了过去 还对她说 罗老师你去学一学吧 看看人家是怎么亲的 罗芸汐看了那些视频之后 发现韩剧里的男演员吻得很好看 柔情似水 满含感情 还很男人 她觉得很好 然后就学了起来 之后便开始突飞猛进了 白鹿也在这次采访中 笑着对罗芸汐说 那你应该十分感谢我给你发的那些教学视频吧 罗芸汐点头称是 作为观众 看了半是蜜糖半是伤的拍摄花絮 你就会发现他们在片场非常欢乐 上一秒还情意绵绵地吻在一起 下一秒导演一声卡就飞快地分开了 而且白鹿魔性的哈哈哈哈声 还在片场不时地响起 所以 与其说他们有情侣般的感情与爱意 不如说是好友间的搞怪和笑闹 因为谁都知道爱情是小心翼翼的 一个男人如果真的爱一个女人 那么他的吻要么霸道 要么温柔 但本质上都是含情默默的 而女人因爱而吻实 他是羞涩的 如果男人和女人大大方方地吻在一起 却没有任何思想包袱的 在导演喊完卡之后迅速分开 之后还能继续谈笑风声 那就说明吻的人并没有动情 基本上就是属于演技范畴内的工作内容 是没有爱情的成分的 爱情 爱情 重在情 情吻虽然是爱情的重要表达方式 但侧重点还是在于情与爱 而不是吻的动作有多么好看和激烈 罗云西和白鹿亲吻了很多次 他们吻出真感情了吗 我认为他们的感情是真的 但是却和爱情无关 他们的关系扑朔迷离 引人瑕疏 但是仔细看过一些采访和花絮 还是能够总结出他们的相处状态的 他们比一般的朋友要亲密 但是距离爱情还很遥远 那么他们之间的关系 其实用这八个字就可以形容了 那就是 有打以上 恋人未满 和他们最初的吻戏一样 终究还是差了那么点意思 大家觉得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吧